面對本港三個堆填區將會陸續在五年之內飽和 環境局局長黃錦昇說施政報告的環保理念是從源頭減廢 當局會在三月底前公佈各項處理廢物的藍圖 我們是要鼓勵重點這個源頭減廢 其他配套的一個設施 這些都會是減費之後的一個配套 我們藍圖會在今年的第一季度 我們會推出來清楚交代各方面的數據和時間表 對於施政報告裏提出預留100億資助歐盟三期 或者之前的柴油商業車車主更換新車的政策 引起業界爭議 黃錦昇說本港在這方面的工作 較其他地方落後 希望能夠盡早和業界達成共識 改善路邊的空氣污染 這車就算是20年更加長的時間 就有很多污染 令大家有一個治癌方面的危險 似乎現在無法例規管這件事 但香港這方面其實是相對落後的 已經說了國內、新加坡、紐約、倫敦 他們一早立了法例 是可以適時令到這些高齡車逐步淘汰 香港這方面是要追回這方面的工作 被問到施政報告提出 在小蠔灣填海、起樓 會否影響海岸公園的設立 黃錦昇說一定會自力平衡、發展和保育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黃家林報導 在這裡